各位老师大家早 那今天我是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效教学结构这个概念 那这个是我之前在台大的教学中心 我在念博班的时候 我在台大教学中心有担任一些工作 那那边有一个从加拿大引进的一个 所谓的教学结构 那希望能够帮助老师们可以 如果老师们是 尤其是比较刚开始教EMI的课程的老师们 希望可以提供老师们一些工具 那如果可以去提升它的一些效果 或者是说一些备课的效率这样子 那一样就是老师如果中间有任何问题 或有任何的comments 都可以欢迎老师们都是留言来分享 我希望可以留一些时间 我们这个演讲预计是12点前结束 所以我可能大概会留个 我希望可以留10分钟 让老师们有一些互动 那老师们如果随时要问 也可以在旁边问 然后我就会可能视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演到最后再一起回应 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谢陈玉 然后我现在是在这个清大的外语系服务 那我们现在外语系 我清大有其实有蛮多跟语言相关的单位 那外语系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现在是在校本部的人社学院 那我自己的自己的专长其实是语言学 然后我是从台大拿的语言学 那很开心被北科大邀请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在北科大教过一年书吧 有兼过一些课这样子啦 OK 然后我再到清大之前 我其实还算蛮新的这个清大的成员 我今年二月才到清大 那在清大之前有两年的时间 其实是在国家教育研究院服务 那可能大学端的老师们 不见得熟悉国家教育研究院 那我讲他的前身 老师们可能就会知道 是那个国立编译馆 尤其是我负责 我带的这个单位 其实之前是在国立编译馆的就职 就是在那个和平东路上 在师大跟大安森林公园中间 所以老师们可能 我想如果没有听过国教育 也一定听过国立编译馆啦 因为到我念书的时候 我的国小国中课本 都还是国立编译馆编的 那现在基本上全部的 从小学到高中 所有的课本 其实基本上现在都是由 民间出版社编 然后国家教育研究院来审 有个教科会 教科书中心在审这个东西 好 那我之前在那边 当然两年的这个助理研究语言 然后在那边有从事一些 跟英语教学相关的活动 的研究这样子 那跟老师们说 就是118会有新的课纲 但是那个课纲 可能不会是全新的啦 不像108 108是真的是蛮大的变革 那118原则上应该就是108 我的猜测 因为我在离职之前 有参与一些会议 那他们大概会是针对一些课程 尤其是108 因为现在其实108课纲 做了很多的改变 那很多家长学生 老师都有蛮多的反应 所以108课纲会 势必会做一些调整 尤其是 再来AI的世代蛮多变化的 所以老师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教育部长 然后正次的组合 大概可以猜测到说 再来可能几年 就是在做什么 譬如说双语 我们现在在谈的 EMI双语计划 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 至少会执行下去 如果没有再加码的话 因为现任的总统 就是赖青的总统 他就是之前就是推双语政策 他其实是最早开始 在台南市 他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就在推了 然后一直推到他 当行政院长 然后现在是总统 所以原则上应该会推 然后现在的部长 是之前的中山 国立中山大学的前校长 那个中山大学 其实在推动双语计划上面 是不遗余力 那他是其中的一个资源中心 然后也是全校性的补助 所以原则上 那然后赤长是那个 很多老师应该熟悉嘛 就是那个 叶敏诚老师 所以再来应该就是AI EMI 大概可以想象的 不久的未来 当下应该就是EMI跟AI 应该会是最大的两个 两个主要范围的重心 那118课纲的部分的话 英文的部分应该有所调整 因为其实蛮多第一线的高教老师 是反映说 可能高中教的东西 跟他们大学EMI是有点落差的 所以可能未来 在这件事情上面 应该会有一些连结 会有一些对接 好 那在更之前 就是到加入国家院之前 其实我在台科大 不是北科大 两个学校常常被搞混 台科大在建议路上的那一间 有担任过两年半的 专业主义教授 然后也担任过两年半的行政组组长 就是他们的语言中心的行政组组长 所以对于学生的学习资源 那种AI电脑学习资源 还有EMI 其实那个时候 我在台科大的时候 有刚好遇到第一期要写计划 所以我有参与到计划的撰写 然后还包括老师专业成长等等 所以后来给了蛮多的演讲 都在讲EMI老师的专业成长等等 好 那因为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其实过去两三年 给了蛮多跟EMI相关的演讲 然后也有针对这个议题 国内外的文献政策都有一些研究 所以老师们如果等一下有问题 不仅限于这个演讲 都可以提出来问 那现在再来是要想要了解一下 各位老师的组成 那老师们如果方便的话 我帮我按一下一个数字 如果老师们是纯粹的语言老师 可以按1 如果老师们除了教语言之外 还有教这个所谓的人文学科 humanity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请按2 那如果是广义的理工科 包含医学院 请按3 那第四个就是其他 如果是同仁 如果是其他的 没有系列在这里的 这个老师们 看一下都可以按 所以其实好像蛮多是 理工科跟人文的老师 好 所以好 差不多是这样 原则上老师们应该 就这样EMI其实有分蛮多等级 然后就是普及化的 然后有院的 然后也有这个全校性的 那如果其实如果拿到 学校拿到院的话 应该很多都是推的 比较是理工科 或者是商管科 商管科也是一个大宗 商管理工科会是最大宗 好 那我大概知道老师们的背景了 好 好 谢谢各位老师 那 我今天会讲蛮多议题的 然后 主要是在讲教学结构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会先稍微讲一下EMI 然后 我对EMI的理解 现在高教EMI的理解 那 我知道这中间其实有些困难 那如果老师有问题 也可以提出 第一个是如果老师们不熟悉EMI 虽然我觉得现在应该全台湾到分的老师 应该都蛮熟悉的 EMI现在的一个缩写 就是最简单 最没有真意就是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这没有问题 就是英文辅助的教学 或者是以英文为媒介的教学 那如果比较长一点的话 你可以是说English as an 或者是the Medium Instruction 就是它是一个或者是唯一的一个 所以如果是the的话就是the Medium Instruction 就是说全英文 我们所谓的全英文 可是如果今天是er 我刚才打错了 那就代表说它其实是其中一个 那早期我们2019年2018年2019年刚开始推EMI的时候 大部分用的那个定义都是English as the Medium Instruction 就是唯一的一个 那现在包含现在其实蛮多老师 都会蛮坚持所有的全英文 所以很多问题由此而生 那当初教育部在召开一些会议的时候 找一些副教掌 还有一些语言中心老师去开会的时候 他们的立场也比较像是the 或者是75%的the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就是之前教育部的说法是说 老师讲话都要用英文 然后同学们私下讨论可以用中文 可是分享或发表的都要用英文 所以他们所谓是75% 那不过后来就是2018年2019年之后 其实EMI不管是台湾 还是在国外的研究都大爆发 那很多很多其实现在的主流都在推说 基本上英文不会是EMI 尤其你惯EMI这个名词的时候 预期的并不会是从一到 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全部都是英文 而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有策略性的方式 在大部分的授课语言是英文的情况之下 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颁这么多EMI的演讲的原因 我个人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大概给了 不是过去 我从2022年到现在大概已经给了一百多长演讲 那我不再讲说我很厉害给了一百多演讲 而是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培训 如果只是单纯说我们就是用英文上课的话 其实好像并没有这么需要 我觉得它困难的地方是我们怎么样有策略性的使用语言 使用教学方法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那这个是EMI比较考量的 那而不是说我们要坚持就是用全英文 或者要求学生全部都讲英文 那比较大的比较长的这个官方的定义是这一个 那我简单跟老师们说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教非学科的语言 所以非学科非英文的学科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英文老师 其实是不太算EMI的业绩 不算业绩 可是英文老师有参与蛮多 因为他必须有一些很多的配套 再来是说我们要在不是英文为母语的地方 所以台湾就是一个EMI的状况 那美国就不是 美国跟英国他们就不是EMI 所以我记得我当初EMI这个名词出来的时候 我有问过 我那时候刚好在美国 人家美国当华文学者 然后我就问那个时候的美国老师 就是英教界的大师 他知道什么是EMI 那些老师都不知道 因为原则上这些对于英美人士来讲 其实是比较陌生 因为他们就不是EMI 他们就不是EMI 然后再来是 大部分人都不是英文母语人士 OK好 那也有人会把它放在双语教育里面 双语教育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些 就是所谓的比较重视语言的教学 比如说EFL是英文当作是一个外语 English is a foreign language 大部分老师们 大家熟悉的大英文课 从国小到大英文课 耳美 这些都是EFL的范畴 那最左边那一端 就是老师们现在在做的EMI 就是Focus on Content 所以最标准的EMI 其实是不需要考虑 要不要教英文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用英文教书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Content 那中间有蛮多的不同的程度 就是我们看到ESP 那现在大学端 如果老师们是语言老师 或者是人文试课老师 可能会蛮常要被要求去教ESP 所谓的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专业英文 因为大家觉得说 我们只是学这个How are you 这些的好像不够 我们应该学一些就是专业的英文 才足以去做EMI 所以现在ESP在大学端 蛮盛行的 就是蛮多学校开始都要开很多ESP 甚至就所谓的 这是非常specific的 就是ESAP 我们叫ESAP 就是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就是专门为了某一个领域 而开的英文课 现在很多学校 像包含北科 就我所知 北科就有开了蛮多次 所谓的ESAP的课程 就是以前我们都说 我们就是在教学术语言 然后我们就觉得 你学术写作应该有什么范畴 有什么规范等等 我们就是一言以蔽之 所有人都要这样学 后来发现说 没有就是每个课系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 你现在叫我去写一个资工背景 或牙医背景的paper 我可能写不出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领域的传统是什么 OK 好 然后中间中小学 像在我这边看到这个中小中间 那个CLIL 是所谓的内容跟语言融合的教学 语言教学 那这个是在中小学端 也推的比较多 就是他们 我都要教 我科目也要教 英文也要教 我同时要教三步上来 我要教你英文这样 三步三文英文这样子 所以是中间 那老师 各位老师们的 做的比较是左边那一个 EMI EMI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就是主要是用英文上课 他的概念 那在我之前开始讲之前 要先让我们澄清一下 就是说我的立场 我对于这个政策的理解 以及我看到的学界跟实务界的做法 有两个计划老师 两个大方向老师们 可能要先 我们要先 we should on the same page 就是我们要先在同一页上面 第一个是 他其实不是要发展学生们 全面性的英文能力 很多很多英文授课的老师 EMI的老师 都对自己很大的压力 就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教他文法单字发音什么的 所以对于自己的英文会很没有信心 可是 EMI 之所以要推EMI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希望学生们可以学到 专业的术语 那这些专业术语是英文老师很难教的 譬如说最近大家 这个NVIDIA那个老板 来给了一个演讲 那他讲的一些东西 虽然他讲的是很好的 他这个 He's a very good speaker 他讲的非常好 但是 但是他的很多术语 是我英文老师 我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 我才能够追上 而且我追上了之后 我也不见得真的知道 他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以 譬如说我之前讲的一个题目 不是在讲那个Generative AI 深层式AI 然后就讲到深层学习 深度学习 那像你叫我讲深度学习 我大家可以跟你讲出一个东西 但是跟真的资工系 或真的资工系在做AI的人比起来 我对于这个词汇 这个英文的了解绝对不会比较高 所以 为什么我们是希望说 是有科任老师 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学科老师 来用英文教学 而不是说我们上更多的英文课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东西英文老师是有极限的 那这个极限我们就必须要接棒给 给学科老师 来做来做补助 那另外一个有一个概念叫做 所谓的领域的discipline 就是你的那个领域 它要读或写或讲那个领域的内容 它需要什么样的概念 试读能力 譬如说我如果要看computer science 我要看资工的paper 我要能够 我要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那个能力跟要看小说 要看原学的书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拿给我看 譬如说这个computer science 工程师们看了document 我是看不 我看得懂一些 但是我是没有办法那么好的理解 那你现在叫我去写那些文件 我也没办法写得很好 所以原来上EMI有一个最大 为什么一定要EMI 而不是说我上很多英文课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东西是英文老师没有办法上的 第二个是他叫做authentic needs and environment for using English 就是上英文课 之前英文老台湾的英文教育常被诟病的 就是说台湾人就觉得英文是学科 我就在那边ABDDD AB猪猪猪 C猪BBB 然后在那边画画线画线 然后文法 很多人就觉得说台湾的英文教育就一直局限在课堂上 就是你上了再多的英文课 你还是在课堂上 学生还是觉得英文就是一个学科 他跟他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之所以要上EMI的原因是因为 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些类比较像是真实的经验 让学生可以有机会可以在课堂上使用英文 可以是他使用英文 那当然他还是假的 因为大部分我相信EMI的课堂上都是学生 都是台湾学生 但是台湾学生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还是在用一个比较不是真实的环境 可是至少他有一个 不是把英文当作目标的情境下要使用英文 那这个情境之下 然后他身边的人老师都不是最标准的英文的母语者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怎么样去进行沟通 用这个全球国际性的语言 共通语言进行沟通 那这个一样也是英文课没办法做到的 因为英文老师基本上我们就是训练 至少英文老师都有一定的发音标准的程度 一定的文法程度 然后我们训练就是我听到你讲错 我就会想要纠正你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不是这么真实 他还是个学科 那如果今天说我们在EMI课 也会有英文的出现的时候 学生也许会觉得说 英文好像除了这个他的accuracy 他的正确性之外怎么样沟通 他就更多的精神会放在沟通上面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EMI的原因 主要是这两个 这两个等下会跟我们等下讨论的议题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抱持这两个目标 然后设计我们的课程 那很多老师其实之前都会蛮多 我去演讲很多老师都会有一些 就是有提出一些抱怨 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 我都可以大概理解 那最常见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语言上大家的那个程度不太一样 就是有的人 可能有的学校是普遍性的英文程度都没有这么好 那另外一个是说有的学校是他会有两极化的状况 或甚至是国际生跟英文真的很烂的学生 那像台课大之前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台课大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国际生 然后有很多是越南啊印尼 那他们的中文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有另外一半的学生他可能是技职体系 他可能他的专业非常的强 但是他的英文可能没那么好 所以这个有可能语言上有这样子的落差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在教学的 抱歉 设计上面不知道怎么设计 因为我们不是英文课 然后上不完 然后像这个 这个会前有这个 预文有先帮我收集了一下老师们的问题 那有医学系的老师问到说 因为医学系的内容比较难 然后用英文教学 就会觉得学生就会更抗拒 这样子 我觉得医学系有一个更困难的点 是因为医学系最后的目标 就是要考国考 那国考现在都还是用中文 所以用英文上其实是会有一点点 是有点落差的 然后学用有点落差 不过我们到时候晚一点看回来 但是我会觉得Bob也许某种程度上可以稍微减轻 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情绪上 有些情绪上 比如说有的人听到英文就会紧张焦虑 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对英文没有兴趣 我真的我以前有上很多英文课 他们就会说老师上得很好 但我对英文就是没有兴趣 这样子 或者是说他就是他就在抗拒 这个抗拒的状况在刚开始执行业卖的时候 还蛮严重的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几年好像有好一点点 一点点 但是未来还是有学生可能会抗拒 就是说为什么 我不是英文系的 为什么我要用英文什么课 那今天这个演讲就是希望是让老师们知道 有BOX或者是做个所谓的 有些教学结构 Effective Teaching Structure 那这个东西呢 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稍微帮忙处理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一些东西 那在今天这个演讲 我们会先讲一下说什么是BOX 然后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讲BOX 他的他的他为什么相关 然后最后是在讲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执行BOX 在一个EMI的课程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BOX 这样子教学结构 好那BOX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所谓的Learning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演讲完 有一个学习目标 有些学习目标 第一个是老师们要知道什么是BOX 什么什么各个阶段是什么 再来是你可以解释一下说为什么BOX是重要的 为什么BOX对EMI课程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是你要能够知道说每一个阶段 BOX其实是六阶段的教案 所以每个阶段是怎么样产出的 怎么样执行的 第四个是 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会讲一下说在每个阶段 你可以有哪些教学活动或者是教学或沟通的策略 那老师们可以在可以适当的看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好那第一个是BOX 那我刚才也是讲了很久的有效教育结构 然后他的英文叫BOX 想要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过BOX 有就打1没有打0 可以吗 老师们如果还在方便的话 帮我们打一下 你有听过有效教育结构 或者是BOX的 有的请打1没有的打0 好大部分老师都没有 很棒太棒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新学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好 大部分老师都没有听太棒了 好那我因为大部分老师都没听过那我就直接开始 那第一个是什么叫什么是BOX 第一个是他是又有人家有效教学结构了 那第二个是他是一个六步骤的一个备课的一个model 那第三个是他是要所谓的outcome base 所谓的outcome base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学生 我们是以学生的学习表现 学习成果作为设计跟评量的方式 而不是说 譬如说我觉得这一门课我应该要上到哪里 而为座表示 或者说我没有上完课本 我没有讲完每一个段落为标准 而是学生有没有产出我要他产出的东西为标准 好所以这个叫所谓的outcome base 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蛮蛮蛮蛮需要学生的主动学习 有很多的师生互动 然后是学生为中心 那这些都是现在比较当代的教育学潮流会在追求的 就是希望学生有主动学习 然后有互动 然后学生为中心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叫做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就是ISW 它是一个所谓的教学技巧工作方 那它是从加拿大来的 那是从UBC 就是那个学校来的 那他们之前是加拿大 他们就是广设大学 然后为了要培训足够的助教跟老师们 所以他们就安排了这样子一个很好上手的一个教案模式 那希望老师他们可以就是可以马上学起来 那这个后来是被这个台大引进 台大教育中心后来有引进 可能有些老师有参加过这个workshop 他如果知道的 他之前台大办了蛮多的工作方 然后他在他们那个区也推动了蛮多 那他的完整要上完报其实是有一个逻辑 一个是譬如说他会听一个演讲 像这样子的演讲 然后再来会请老师们去设计教案 然后教案之后 然后就会实际的进行释交 然后释交完之后 他们就会进到这个 这个叫feedback circle 老师们看到这个照片 它叫feedback circle 就是他会根据这个 其他的学员会根据这位释交的老师的表现 给予一些回馈 尤其是针对BOBS来做一些回馈 那这样子一个三天的workshop 会后会发给他一个帧数这样子 好所以那今天我们没有 没有后面那两个 我们就只有第一个lecture 就让老师们大概知道一下 BOBS可以做什么 那他我们刚才讲过 他是六个部分 BOBS B-O-B-B-B-S 所以他是六个部分 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bridging 是所谓的导演 就是开场 第二个就是objective outcomes 就是你要跟学生说 我们今天要学会什么 你们离开学校 离开教室的时候 你应该要会什么东西 有点像是马拉松的终点 第三个是preassessment 就是你在跟他们讲完说 我们今天在这边之后 我要了解一下大家现在的起始状况 起始的那个点 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前测 这个前测不是那种教学计划 或者是所谓的实验计划 实验的研究里面 所谓的很严谨的那种前测 这边前测只是单纯的知道一下 学生的起点行为在哪里 所谓的起点行为就是 到底他还没有听课之前 他知道什么 因为有人说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带来改变 教育的目的带来改变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他有没有改变 所以如果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前测 那再来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开始教书 所以它可以是participatory learning 那老师们注意一下 他这边用的不是teaching 他不是用pedagogy或者teaching 他是用learning 意思就是说 这个课程的内容 不见得一定要老师讲课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定要 老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学习可以发生在很多的状况 很多活动里面 所以他这第四个阶段 叫做participatory learning 参与式学习 第五个叫做post assessment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教育就是带来改变 那我们知道了 起始行为之后 中间进的主要的教学活动 我们再来就要知道 他有没有改变 post assessment就是所谓的 你要看有没有改变 讲完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总结 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让大家有个 有个收尾的感觉 什么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旅程 然后所以 这个从bridge in 到pre-test的这一段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开场 上高速公路前的一段路 有没有 上高速公路前的那段路 beginning 然后participate learning 很像是上了高速公路 可能我们开车开到台南 或者是高雄去听演唱会 然后到了高雄 我们下来加入到 这会有一个end 后面就有一个post test跟上面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老师们可以把它这样子记 所以前面的bop bobs的部分是开头 然后中间那个p是participate learning 是主体 教学活动主体 然后后面是收尾 那我们有个教学目标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说出 为什么bobs有关系 那最重要的 我是很喜欢这个quote 我之前很喜欢这个引言 那他的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 要把一个 本来是用中文教 或多单语言教的课程 就是学科课程 然后变成EMI的课程 并不是只是要变英语言而已 很多老师会觉得说 我就是有个中文的课程 然后我现在就是把我所有东西 变成英文 这样子就是EMI的 那学者们是觉得并不是 他们觉得说 老师们如果要变成EMI的课程的话 必须要re-evaluate 就是你要重新评估一下 自己的教学方法 and change it to a learner-centered approach 然后转换成以学生为出发点 或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教学法 那老师们听到这边 可能会觉得说 学生教学中心 那么你有50个学生 100个学生 我要怎么样以学生为中心 主要是还是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是学生的参与 或者是多一些是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哪里 然后再去做调整 当然不太可能说针对每一个学生去做 去做 比如说100个学生 我就有100个 不是不太可能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多一些是让学生发表 或者让学生参与 或了解学生的状况为基底的教学 那再来是还有一些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它很有结构 那很有结构 所以它就有助于交时间的掌控 像很多老师都会提到的点 就是说我从中文变成英文课 我会上不完 因为我英文讲就没有中文快 同学会有问问题 全都怕全都听不懂 所以时间掌握上会比较困难 那如果老师们可以把它切成像这样子 很清楚的切成段落的话 你就比较知道说 这边好像太多了 或那边太少了 或者是我这边可以先跳过这一段 这个比较容易可以做时间管理 在语言使用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譬如说 这一段不是我主要教学的内容 那我是不是其实可以不用用英文 我全部用英文 譬如说开场 可能我想讲个笑话 那因为回到我们刚才最早讲的 EMI的重点不是全面性的提升英文 而是要教专业 那我可以想一下说 我刚才讲那个笑话 那个笑话好像不是一定要用英文教 讲了他们也不见得会 英文变得比较好 专业变得比较好 那我可以其实用中文 或用别的语言 但是如果是实际的 这个所谓的主要教学活动 比如participate learning的部分 那因为我希望他们 还是可以学到一些英文 一些专业的英文 那我是不是就是要多用一些英文 或者是做一些教学策略上的改变 所以这个 这是Bob的好处 你可以知道你现在在干嘛 因而做一些语言上的调整 第二个是他鼓励老师们多做所谓的understanding 或learning checks 那这个在教学上 也就是EMI的教学上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 我们会假设 大家都听得懂 这里的母语你应该能够一目十行 应该听得懂 应该可以分析 然后还听得懂 可是在这样英文的时候 因为他就多两层嘛 我这边产出一个一层 然后他那边要了解又多一层 所以会需要做很多的 这个教学法 会让老师们能够有意思的去多做一些 所谓的understanding check 那这件事情在教学整体都很重要 但是在EMI特别的重要 特别的重要 因为我们隔了很多层 我们希望能够让学生们能够赶快追上来 我们要确保他一直跟着很紧 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说 比如说你带同学如果去校外教学 如果我们今天是去台北市 假设我们去台北市 我们可能去大同区 可能大家都会讲语言 如果学生迷路了 我们还是随时可以 随时让他自己就做捷运回家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做这么多的check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带学生是出国玩 出国去访学或什么的 可能去美国或者去其他国家 那学生可能就会觉得很陌生 语言有隔阂 所以我们就要抓得比较紧 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 第三个是要做 outcome based 那一样就是说 第一个是语言的选择 第二个是如果老师们觉得教不完 那你可以选择是一些 你觉得学生一定要能够产出的能力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讲过 一定要讲过 只要学生能够做出他老师期待的内容 其实不用每个字都老师讲出来也没有关系 我通常都会跟老师怎么这样说 因为有人说 怎样都教不完 其实像我的演讲也是 我这个演讲你叫我讲三个小时 叫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其实我都可以试着塞进去 但是如果要讲 其实都可以讲不完 我很多 很多老师是蛮能研善到的 他真的就是很多故事 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所以认真来说 其实要教都教不完 尤其是像那个BOBS BOBS他们的试教都只有十分钟而已 你就十分钟要讲完一个东西 其实是有挑战性的 但是他的逻辑就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十分钟讲完一个 你预想中的东西的话 那给你一百分钟 你还是可能会超过 所以重点老师们还是要放在所谓的 outcome 就是到底学生听完我的课之后 上完课之后 他有没有能够有能力做出 他应该要能做的事情 如果可以 其实不用老师每个字都讲 学生其实很多时候会有自学能力 或者是他能够就是局域反善的能力 所以老师们可以思考一下 但还是他是一个比较学习中心 那可能比较可以处理到一些 这个所谓的内容啊 语言啊或情绪上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 好 那讲到这边 一样在提醒老师们 老师们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随时在incode messages 上面提出来 然后或者是记起来 然后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 QA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进行呢 那再来我会介绍BOBS每一个阶段的内容 然后有一些互动 然后我大概会主要讲的是 第一个是老师跟学生要做什么 在这个阶段做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资讯 然后第三个是有哪些教学活动可以使用 第四个是还是沟通策略可以使用 第一个是bridge in 就是导演 那开场 蛮多的老师很在讲这个 那可是有些老师就不会做这个 那在bridge in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是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 让同学说我们上课了 然后你们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要上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build motivation 让他们知道说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讲到EMI 可能我就会跟老师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提BOBS 再来是establish relevance 你要就是让他知道说 这个相关性是什么 这个跟上一课我们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这个跟这个学科有什么关系 最后是降低一下学生的焦虑 比如说老师们很多 很多老师们其实很厉害 他们都会讲一些笑话 讲一些个人故事 那这个就是很适合当作是bridge in的素材 因为这个降低学生们的anxiety 那他们就可以准备好要上课 那学生可能就要问的是问题 就是说到底这一堂课我要学到什么东西 为什么重要 然后为什么我需要学这个 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在评估这件事情 我觉得学生其实都是 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这样子就是经济人的意思 不是那个agent 是那个经济 economic的那个经济的人 就是说他其实都一直在评估说我到底不要听这两课 如果我这个不需要听他就会自己开始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他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听他就会比较专心一些些 好 那有一些教学活动老师们可以去使用 第一个是说故事 或者是回应到学生的这个经验 比如说如果是如果今天是实体的话 我就会请老师们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EMI的经验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困难等等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问一些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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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争议性的问题 比较然后发人省思的问题 让他们去思考 然后可以提供一些比较特别或少见的 比较不可思议的这个数据 或者是把这个你现在要讲的东西 连到你之前讲的东西或之后要讲的东西 像我上课 我原则上我都会跟同学们 不管是语言课也好 或者是内容课也好 common course也好 我都会请同学们做复习 每一个大部分的礼拜都会做复习 那我后来发现我只要有做复习 原则上那个教学意见调查 都会有同学 每个学期都会有同学提到说 很喜欢这个复习的过程 原因是因为我们教书 我们上课或教书很容易会是 很像是断裂式的教学 就是我这一周我就上A主题 下一周上B主题 三次下一周是C主题 我上完就算了 然后我下一周就是从这个 就从我这一章开始讲起 但是呢 学习其实是需要做一些结构性 需要做一些结构 然后需要一起去唤醒他们的记忆 然后去学生 所以那我觉得有趣的是 学生其实也蛮喜欢这样的 那他们觉得说 我这上课我真的有学到东西 而且我现在在学的东西 是跟前面有关系的 不是说我每次来上课 好像都是全新的开始 然后我就是要重新开始 那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去重新去复习一下 他们之前学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蛮有效的 不管是在认知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学习上面也好 提醒老师们要关一下麦克风 好 那 老师们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说可以要去做一下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复习的工作 那它是一个很好的bridge in 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同学们 所谓的建立自己的知识网络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好 那我现在来做一些算是示范 就是说starting statement 或者有一些会跟自己的直觉 会有一些偏离不一样的地方的一些事实 好 老师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 他们就说 这个问题是 请问老师们觉得 这个在所谓的英语系国家 就是说英美澳啊 英美澳洲加拿大 纽西兰 然后甚至到南非 我们南非也算 这些全世界会说英文的人 好 会说英文的人 有多少人是这些国家来的母语人士 L1就是母语人士 20 40 60 80 100 老师们想一下 就是到底 这个我们这个英文 就是世界上会说英文的人 有多少人是从这些英美澳加 然后纽西兰南非 这些国家来的 英语系国家 老师们 请帮我们打一下 在这个 这个 这个聊天室这边 帮我们打一下 老师觉得是20 40 60 80还是百分之百 老师觉得是20 老师觉得大部分老师觉得 觉得是60 40 40 40 60 现在是20 40 好 蛮大的 这个这个 range还蛮大 我们从20到60都有 然后平均大概是40%这样子 都没有老师们是选100% 好 30 有老师跳脱的那个选项 就是所谓 我刚才讲的那些英语系国家 然后有外面 他们叫做 norm providing circle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讲母语演词的时候 我们想象的就是那些人 然后第二层叫做 outer circle 这些人呢 就是他们基本上 英文对他们来讲 是个官方语言 他们可能在工作 或学习的时候 都是讲英文 可是回家的时候 可能不会讲英文 那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像是新加坡 香港 印度 这些地方 他们都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 outer circle 他们讲英文 其实讲的也都蛮好的 但是他们回家 就是讲别的母语 然后的人就不会 你想你讲到英文 老师或英文母语人士 你不会想到他们 但是他们的确 英文讲的很好 在往外一圈 叫 expanding circle 就是所谓的 以英文当作外语的 我们需要别人来 给我们一些norm 一个常规的 像台湾 日本 等等 这些国家 韩国 这些都是要做 expanding circle 那我们就算这样 这样子加一加 大概 全部加在一起 以这个图来说 它的估计是 大概全世界有这么多 就是1880 1880个million million的人 在学英文 然后 大概只有380左右 所以大概是20左右 20%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现在走出去 然后你要讲英文 对他讲英文的人 其实蛮低比例是母语国家来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那这个课程 这种开头 通常是放在那种世界英语的课程 就是跟老同学们说 英文现在是一个世界语言 不是只有英美人 才拥有英文 现在讲英文 你出去 你出国的时候 你可能很有可能遇到的 就是一个不是英语母语言士的人 那你要怎么样利用英文去跟他们做沟通 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才要 应该要学的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把英美人士当作是标杆 就是目标或者是等等 可是当我们遇到很多这个 会讲英文 但是不是英美人士的人来说 就会遇到很多挫折 像我自己在台开大教书的时候 因为台开大有很多的印尼学生 那印尼学生有很多 他们的英文讲得非常的好 可是他们的腔调 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强调 所以然后变成说 我必须要再重新去学习 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以前的教育比较少触及的一个点 就是说 当英文变成国际语言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学会跟不是母语言士的人沟通 这才是更困难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bridge in 就是你开场的时候 问同学一个问题 然后去 一方面可以纠正同学们的迷思 二方面你可以让同学们 对这个主题有兴趣 我相信我刚才有看到 有很多是医学或者是相关的老师 这个在医学上也很常见 就是说我怎么样破除医学的迷思 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bridge in的一个方式 好 那有些所谓的教学的过中的策略 我讲一些术语 但是老师们以后如果参加其他页吗 参加到现在应该很多都知道这些术语的 一个叫做translanguaging 就是跨语言实践 就是说你用英文 然后用中文 那提醒老师的是 尽量把他们去做这个 所谓的功能性的分工 比如说你讲英文的时候 你讲英文 讲完之后会用别的语言 那这个语言你不要逐句逐字的去做翻译 因为当你去做逐字逐句的翻译的时候 学生就会等你的中文 他就等你的中文 然后你上课的时数就会被压缩 所以通常会建议的是说 这个所谓的你可能就主要的东西讲英文 然后有一些关键的术语讲中文 可以就是讲中文 或者是你可能大部分的时间讲英文 然后用中文简单的做一下摘要等等 那他有个分工 不要说我全部都用英文 或者是我英文跟中文就是一句翻译一句这样 第二个叫做multimodology 就可以试着使用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同的模态 不同的模态 模态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语言之外 口说语言之外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视觉 PowerPoint 影片 图片 甚至这些手势 包含老师在班上的走位 教具 这些都是很好的multimodality 因为人类的学习不是只有听而已 人类的学习是蛮多样化的 那因为EMI不容易 因为英文是一个隔阂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善用 其他的模态 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资讯来源 比如说这些 比如说 视觉的 听觉的 然后触觉的 这些东西 让他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学习 让他更有效率的去学习 这些老师们之后去参加EMI的课程 应该都常听到这两个数字 那开场人可以说 Let's start off with 什么东西 让他知道什么 Let me share with you 或者是I'd like to begin by OK Anyone tell me what we talked about last time OK 好 这个是bridging By the way 老师们如果需要powerpoint的话 我会再把今天的powerpoint寄给北克大郁文 然后老师们需要再跟他要这样 OK 第二个部分是objective 那在这个段落 就是讲学习目标这件事情 老师要跟同学生讲说 学生要从这个课里面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呢 老师要把这个 把这个教学的过程 或者是这个写教案的过程 focus on the outcomes 我这个写有点摆错 这个第二个叫做backward design backward design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教学法 我们以前的教学是说 我有一本课本 然后我那个课本就是 我就是照那个课本的chapter去写 我这个这个这个 我要讲这个这个 那backward design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同学们在上完课之后 要做ABCDE这些能力 这些ABCDE这些能力 我要怎么样回过头来摆回我的 syllabus 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能力 这样子 OK 然后来做这个lesson plan 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先既定好 说我一定要学什么东西 有哪些内容 然后我塞到我的课程内 而是说他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他们要达到什么事情 用那些东西来来做教学设计 回到EMI就是说 很多老师会说EMI课程上不完 可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说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在课堂上 用老师的嘴巴讲出来 学生才能够学到 而且他是不是一定要学到这个东西 才能做出目标的这些东西 可能老师需要老师们去做一些思考 要去因为因为EMI唱不 EMI的时间不够这件事情是势必会发生的 就是势必会发生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确保他的教学效果 教学效果 这个就是所谓的老师为中心跟学生为中心的差异 老师为中心的教学就是我 我觉得身为老师我要教完十章 所以我不管我用中文用英文上 我都要教完十章 可是如果是学生的部分是 学生应该要学会什么东西 他应该要能够做什么事情 那他在课堂上完之后 有没有能够做这件事情 有 那你的教学就是成功了 你就达到你的效果了 那是不是要有老师的嘴巴 在课堂中讲出这些东西 就不是这么重要 这个就是所谓 为什么这个教学法 是所谓的比较学生中心的一个原因 重点放在是学生有没有能够做出这件事情 而不是在于老师是不是一定要讲出这些内容 这样是有差别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老师就可以标一些所谓的教学目标或教学成就 那希望学生可以达到的 那学生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是期待说到底 他就会他会他会想说到底小师期待我要做什么 我觉得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 至少我自己的教学 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是这样 就是老师通常都不会跟你讲说他要教什么 教到哪里 你就是坐在这边 他教到哪里你就学到哪里这样子 那但是现在比较新的教学的想法是 你要让学生知道终点在哪里 然后让他知道终点之后 他才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所谓调节他自己的教学习的步调 学习的步调 他也比较知道能够要把重心放在哪里 不然其实你教他就会觉得你教所有东西都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个东西 不是每一句话或每一张slide都一样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先标明说你要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比较能够去调节 这个在教学研究上面叫做self-regulated 就是self-regulation 那也有研究指出是能够比较擅长self-regulation的学生 他在EMI的课程上面会比较容易成功 他的分数会哪比较高 所以老师们在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让学生们大概知道一下教学目标是什么 或者是学习目标是什么 会对他们的学习会比较有帮助 那老师们可能之前都有学过一些学习目标的写法 譬如说谁做什么做多好什么情况之下 那这个看起来都很有点多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有一个原则叫smart 就是specific具体的measurable可以被衡量的 你要能够衡量这个教学成果 你才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教到那个东西 就是学习有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被measure的 基本上你都很难说到底有没有出现 像之前有老师 我之前去演讲的时候 也有老师跟我说 他说他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别的目标 他希望学生快乐 那个是个资深的老师 他真的在workshop的当下说 他没有别的要求 希望学生快乐 我的反应是 即使是快乐也要能够被major 即使是要让学生快乐也要被major 你可以有很多major方法 譬如说学生都要能够出席 准时出席课程 或者是学生能够在他的 譬如说他的心得报告里面有提到他很开心 或者是什么的 总是会有一个 总是会有一个可以评价的方式 或者是学生很积极的参与课程活动 因为当你没有办法 第一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说当你没办法去衡量这个快乐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达到吗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快乐呢 就是你怎么知道 譬如说有的学生就是想要上 他好像很想要专心上课他想要学一些东西 然后老师觉得说 学生就是喜欢听一些讲一些有的没有吗 想要讲八卦 所以我就整堂课讲八卦 我觉得这样会让学生快乐 那当你没有去衡量 你没有去算这个 到底快乐是什么的时候 去major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教学就会无限 就会就会就是会很奔放啊这样 ok也不见得可以达到目标 所以老师们可能要记得 如果即使老师的目标只是情意 甚至只是情意的目标 没有认知目标 没有技能目标 就有情意的目标 情意的目标也是可以被衡量的 那结果在被衡量之后 我们才能够确定说 到底学生有没有得到达到那个学习目标 好再来是achievable 这个应该老师们都可以理解 就是学生可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啊 这个目标跟他的学习 有没有相关 好有没有相关 好最后是有没有一个时间之内 他要能达到这样子 这个是这一堂课的 比如说after this session 所以这是time bound participants should be able to clearly participant就是学生 不会是老师哦 是学生 clearly就是他的how well explain the six elements of Bob's what by using concrete examples how or under what conditions without referring to the speaker's slides 你可以不用看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啦 你当然也可以是说 他在偶尔可以参考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说出来 这都没有问题 重点是老师们要清楚的知道 说他到底能够做出什么 然后那个做出什么 那有很多个outcomes objectives 老师们可以自己参考 就是这个是最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知识情义技能 那不管是知识情义技能 学生其实都要能够被衡量 都要能够被衡量 包含情义 包含情义 然后在EMI的课程 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还要再加上两个 一个是content 就是它的内容上面的objective 跟language 到底老师有没有希望 他在语言上有学习目标 如果有是要达到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 帮助老师做很多决定 第一个决定就是 我到底要学哪个语言 譬如说这个段落 我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目标 或者不是学习生的学习目标 所以我就可以用中文 这一段 他们的学习目标有英文 所以他们也要用英文 等等 然后课堂活动也是 到底要多少是英文 讨论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中文 如果我觉得讨论的过程 不是我的教学 不是我的语言教学目标 那就 不用用英文 可是如果我希望 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用英文 这是我的教学目标 学习目标 他们的学习目标 那他们就要用英文 再来是评量 到底是不是要用英文评量 我可不可以用中文 或者是如果要用英文的话 我可不可以适当的给一些中文 这也是扣回去大家的学习目标 这个是 这个是EMI常会讨论的 比如说他如果写一个报告 你代表要挑他的错字 代表要挑他的 这个所谓的文法错误 这个我都会说 看老师的学习目标 如果今天你觉得那一个作业 它的重点就是 一定要没有文法错误 因为在这个传统 这个领域的传统上面 那个东西就是不能有错 假设于法律来说 你就是不能有错字 你就是不能有模糊的地方 那语言的使用就很重要 可是如果说 没关系这个不是这么重要 或者说这个语言错误 只要能够get across 你的资讯能够传递出来就好了 那这就不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有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这个 他在外商公司做工程师 公司开会的时候 他们都很多都外国人 老板是外国人 所以他们讲英文 你说他们会不会care 你的发音错误 没有 他们每个的发音都超烂 没有都 但是就英语系的标准来说 我都会觉得 那个英文发音 就是台式英文 标准的台式英文 可是你说他们 你说他们的薪水 因此比较少 没有 他们每一个人的薪水 都比我高 都比这个比较高 所以这个到底 什么情境之下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又要扣回老师的object 所以老师们可能 可能要思考一下这个部分 好 我们开头讲完了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前侧 再进到的都是教学的部分 老师们应该都会比较熟悉一点 前侧老师们就是要讲 需要知道说学生到底知道了什么 然后他们 我们要怎么样调整 这样的深度跟速度 有的时候学生其实已经知道了 那如果学生已经知道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 就一直在重新再讲 重新再讲一次 然后我的学生到底有兴趣的 是什么 其实在做前侧的时候 也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那学生在这个 然后哪些学生 我觉得第四点还蛮重要的是 有哪些学生可以当作我的学习 我的资源 我现在在外语系教育学也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班上有的同学是有很多语言学经验的 跟没有语言学经验的 有些是英文非常好的 有些是没有这么好的 有些是有外语 他可能会讲韩文 会讲韩文 那这个时候当你做完前侧之后 你就会知道全班的这个人力布置的状况 人力资源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调整 譬如说你觉得程度不错的 他就可以跟那个程度没有那么差 可以一起互助 或语言很好的 跟语言没有那么好的可以做互助 或是当你问了一个问题 没有人要回答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就是 Cue一下那个程度很好 或语言很好 至少这个所谓的团体动力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在一般的课程 这个很需要 在EMI课程更重要 因为EMI课程就是一样 就是两边都有点困难 所以能够抓到一个几个 能够当作资源的同学 让他们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同学 或帮助整个课程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老师们可以利用前侧的方式来 大概知道一下 班上的人员分布大概是怎么样 那学生他可以就是可以思考一下 我之前的经验是什么 然后可以有一些confidence 因为搞不好有些人就是说 我知道 其实他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 然后再来是 他们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 他们的有 哪里需要学哪里需要学 这样子 那教学活动上面有蛮多的 他在跟老师们讲一下 就是说基本上 只要能够让学生展现出他的起点行为的都可以用 不一定 局限一定要是直笔测验 或者口试 这些大家老师们应该都看了 都知道 做意 也包含做意其实都很好的前测 然后一些简单的小考 然后问问题 单纯的问题也可以 或者是脑力激胀 比如说我会请同学们说 请你给我三个字 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 你给我三个字 五个字 我就大概知道说 他们知道的是什么 那有一个比较需要做动态的 如果老师们的班级比较小的话 可以做叫做Four Corners 我有听老师们分享过 就是说 你可以请同学们到各 然后比如说四个角落 教室有四个角落 然后比如说 你有看Paper的请到哪边 或者是你觉得英文的程度怎么样 那他们就会到 到四个角落 那四个角落之后 他们就可以自己去做分组 或者你可以从四个角落 各抽一些人出来 去做Mixed分组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 它是个很好的Bridge-in 它也是个很好的Pre-assessment 你就可以知道说班上 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 班上的这个人员分布 同学们自己也可以大概知道说 那谁可以 我可以去问谁这样子 所以这个Four Corners 然后同学们要站起来走路 然后他们会醒过来这样子 OK 所以这是一个教学 可以利用的教学策略 那一样 EMI它就是多了一个语言的成分 所以老师们在做Pre-assessment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说 那我语言的部分 我是不是要做一些前测 让老师们大概让知道 学生的流利度 或对于这一方面的词汇的了解 工作策略上其实差不多 现在是translanguaging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醒老师的是 有的时候测验不需要讲话 不需要用到语言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用到语言 就是你它只要达到学习目标就好了 OK 有些语言可以用吗 I want to start with a few questions Share one word 跟学生讲 Share one word t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hear什么东西 这个我自己也蛮常用的 Let's see Let's do a show of hands 这个我很常用 就是请大家举手 你这个知不知道的 好 所以我们讲完了 bridging objective跟 pre-assessment 这是一个opening 再来就要进到了所谓的main body 就是participatory learning 那我相信老师们应该手上都有很多法宝 我相信就是很 这个部分我都不太会担心 那这个地方的话 老师要就是要 要设计这个所谓的participatory learning activity 就是让同学们可以参与的活动 然后让同学们知道说 我期待你怎么样进行这个活动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去做一些level跟type 就是说 这些同学可能这一组可能比较没有 比较英文没有那么好 或他们的背景知识没那么好 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做支援 比如说像我有去观过课的老师 他就会 他们很幸运的 他们页然班上有一个专 就是可以跟课的助教 所以他就会请助教去各班 各组看 那这就是一个不同的 所谓的level and type of instruction facilitation 就是说 他可以去做不同的 或者是说 如果你们来读怎么样 你们可以怎么样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level 不是一见的是 所有的人都要做一样的事情 那学生的话 就是要尽量去参与 然后可以去 就是改善他们的了解 跟deep learning 这个 但是它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老师们可以尝试一下是think pair share, small group discussion, short application tasks, individual tasks, presentation role plays, case study scenario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教学方法 如果老师们有时在时间或空间上面是允许的话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都会比老师们单独像我们现在一直单方面的讲课还是好 因为这一方面的讲课有很多的局限 然后第一个是说老师很累 然后老师就要一直讲英文很辛苦 第二个是学生他就是要一方面的听 我觉得听演讲其实比讲演讲累 因为听演讲你就会想睡觉 然后你会很分心 然后你要专心的听懂老师们在讲 那讲课就是你就一直讲就好了 但是听课就变成说他要去理解你 要再做什么 所以其实是比较累的 比较容易睡着 我自己是 我老师们应该也是吧 应该很少人会讲课讲到睡着 可是我相信老师们或多或少都有听课听到睡着的经验 所以如果可以多一些让他们可以参与的活动 那我觉得会在课堂上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我要提的是那个 这个还蛮有效的 如果老师们觉得说 我很想要互动 可是同学们就很害羞 同学们就很冷淡 亚洲学生都不喜欢讲话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时间太少 或者是我们没有让他去做讨论 因为亚洲也是亚洲学生 就是说学生们通常都会比较害羞 会比较怕说自己讲错话 出球或者是强出头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很厉害 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比较排斥这样子的 就是上课发言 可是我的经验是如果给同学们有些时间去讨论 这几次30秒 或者10秒钟之类的 让他们可以稍微的做一些分享 跟旁边的同学聊一下 第一个是通常他们都会很喜欢 尤其像我这种工作方 我在现场我都在直接让老师们讨论 老师们都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所以第一个是他们就会醒过来了 第二个是他们就会比较确定说 不是只有我这样想而已 那他们也可以从跟别人谈论的过程当中 去学到别人的东西 所以强烈的建议老师们 如果要喜欢 不是喜欢 就是有尝试要在课堂上问问题 然后发现同学们都不太喜欢讲话的话 可以试着think pair share 那如果同学们真的很害羞 或者是觉得不是这么的 怎么说 真的就是人太多了 班上一两百人 以上上一两百人 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聊到的话 那可以尝试这个叫做IRS 可能很多老师都有用IRS 就是说即时的互动模式 就是说他要请大家投票 按投票投票投票 或像我刚才用这个in call messages 问老师们 然后老师们觉得是20 30 40 那他现在这个系统都做得很好 他们都可以现场的帮你做一些互动式图表出来 所以这个都都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Kahuta Pore Everywhere Metameter Slido Padlet Zuvio Zuvio可能 北部的老师不要知道 这些他们现在目前都可以帮你做设计 很多是跟AI做结合 然后他们会有现场 就是说文字云 或者是条状图 柄状图 这些都 圆柄图 这些都能够马上的出现 或者是Padlet 我之前真的有看过是EMI的老师 别的学校EMI老师 他真的私立学校 私立科大的老师 他用Padlet 然后要同学就是写在Padlet上面 然后再上来分享 那我觉得其实效果还不错 就是至少同学是有东西可以讲的 那他们班 他们那个EMI的课 我关课起来 我觉得我评价给的很高 因为的确同学们都有互动 然后同学们 因为他必须要用手机去打Padlet 所以他也不会 那个时候也没办法 你知道玩手机 他就变成用手机来用Padlet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效果嘛 就是老师们如果觉得 同学们不喜欢讲话 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自己教书跟我学习的过程 都是在同学们比较愿意参与的环境 所以我都会一直假设 学生们通常都会比较愿意 但我后来去了很多学校演讲之后 发现其实蛮多 很多学生可能是从小的习惯 或他的个性使然 所以很多很多学校的学生 其实是不太喜欢公开发言的 那那老师们就可以尝试一下 先用IRS 那他们觉得说 我我我我可以参与 我还是可以参与 就是可以让他主动一点的参与 但是又不用讲话 因为我知道很多学生 是蛮不喜欢讲话的 所以老师们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 或最最最简单 偶尔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叫做 well of names 然后让老师们看一下这个 怎么去使用 well of names 可能老师们之前也有人有用过 我自己的经验是还蛮有趣的啦 就是说同学们 我觉得偶尔用一次是蛮好的 就是老师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说 这个旁边有一个格子 是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名字的 然后他复制贴上名字之后 他就会产出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老师们只要就是点进去之后 他就会有一些音效啊 然后他就可以点名这样子 同学们会 在这个时候会醒过来 就是他们的注意力会被你吸引过来 ok 然后你就可以让同学们去做一些互动 那增加一些趣味啦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每次都使用 因为应该是说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教学方法 是可以一直反复的使用的 所以老师们如果觉得说 这个偶尔想要改变一些方式啊 来做这个教学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Wheel of Names 我觉得是一个蛮 会增加一些趣味在里面 会一直在一起 好 我们应该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我会再来会播一个影片 然后是一个韩国的影片 然后它是韩国的一个东盟大学 他们做的EMI的教学的训练的影片的片段 然后我们现在会看一下 然后老师们看完之后跟我说一下 那你觉得如果就 我们现在讲到这么多 然后就一个参与式学习的角度来讲 他们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或者是这个影片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问题或解方都可以 老师们可以看一下 假设想像老师们现在是观课 你现在在观堂课EMI的课程 然后你会怎么样给这个老师建议这样 好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 It protects what? Your brain Okay, through that Your brain and the skull around it Then, through the spine It protects Your nervous Great, through the spine And then your heart, lungs And other organs What protects that? Yes The ribcage You've drawn the axial skeleton Well done You should get a feel From your drawing of the axial skeleton Okay Now that you are clear Let's look at the appendicular skeleton How many of you know the song The skele song? About the bones You know the shin bones Connected to the leg bone The leg bones Connected to the hip bone The hip bones Connected to You don't know it? Well, there are many other bones That in the song Oh, well Well Moving on Okay Okay 好,老師們可以花個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Think, pair, share 但是老師們可以花一點時間 想一下 剛才看到那個畫面 我跟老師們大概解釋一下 他在做什麼 就是這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解剖課 解剖學的課程 然後他在講這個骨頭 那應該如果是醫學系的相關的老師 應該可以大概知道他大概在說什麼 我自己是不太知道他在講什麼 OK 然後他在解釋 然後叫同學化 他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教學活動是叫同學化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後來還有 就是他嘗試著想要 彈到那個歌 就有一個歌 他就說你有沒有記得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骨頭歌 然後說哪個骨頭 接到哪個骨頭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因為沒有什麼人有反應 所以他就想說算了 我們繼續 move on 這樣子 所以他大概是這樣子 老師們覺得 剛才這樣子的內容裡面 有沒有什麼地方 覺得可以再進步啊 或者是說哪裡出了問題啊 或者是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進 在增進同學們的互動上面 我們給老師們一分鐘的時間 老師們盡量 如果方便的話 我們幫我們在這個 Incall messages 大概分享一下 老師們覺得說剛才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老師們是官課委員的話 你會怎麼樣給他們建議這樣子 OK 我們在Incall messages 老師們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非常感謝這些老師 我們已經有些老師 已經打訊息自然了 非常感謝 我們再請老師們 就是可以多多參與多多分享 如果老師們遇到這個狀況 會怎麼樣去處理 或者是官課委員 如果老師們是官課委員 要怎麼樣給他一些建議 他自己可能是一個新手老師啊 看起來還蠻年輕的 會怎麼樣給他一些建議 好 再給老師們30秒 我們可以簡短的跟我們分享 我們滿多老師 我們等一下會 我們等一下會回應一下 這個老師們的那個 的建議 我覺得都非常好 我覺得都很棒 我們等一下會來分享一些 老師們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Incall messages 有滿多老師做分享的 我覺得都是很寶貴的 寶貴的建議 好 那我先跟老師們分享一下 老師們有提到的 有老師提到說 沒有互動單向教學 沒錯 他就是非常的直接 而且 我覺得很酷 他就是他很像在念稿 就是說 那你有沒有畫一下 然後他也沒有下去看同學 有沒有畫 他就說Well done 然後我想說你在Well done什麼 你又沒有看 你又沒有看 他感覺很像念頭 念過去的 那有老師有同學 要提到說 手把手啊 步驟帶同學畫 然後下去走下去看同學 對啊 我覺得走下去看 我覺得都會好很多 都會好很多 那那個老師就沒有做 或者是兩個兩個畫 團體畫 沒錯 我覺得兩個兩個畫會很好 第一個是減短時間 第二個是說同學可以互動 那同學們 我之前的教學建議也是 教學意見也是 同學們都很喜歡互動其實 然後Peer Discussion 沒錯可以討論 然後沒有注意到 學生一開始的反應 沒錯 就是有些互動是需要 現場即席的反應 所以有一派 也不是有一派 有一些人他在推 就是說 老師們其實可以去參與那種 impromptu theater 就是improve improve theater 就是那種所謂即席的演出的那種訓練 就是因為很多學生 很多教學其實是需要一些臨場反應 OK 用多磨泰 對老師有提到多磨泰 我們就直接播那個歌啊 不然之現在講真的是 有人說現在的時代就是很分重的時代 你已經沒有辦法像 我剛開始教 我十年前開始教書 然後在更之前就是 我們在當學生的年代 老師只要講一個梗大家都聽得懂 比如講灌籃高手好了 那就小時候可能講過 大家都知道啊 你現在講 剛剛講張惠妹 那你講張惠妹是誰這樣子 OK 所以 這個 直接播 直接播 然後用多磨泰 同學們也可以聽 印象有比較深刻這樣子 學生分組 老師示範 老師示範也是蠻好的 老師示範也是蠻好的 骨頭哥討論 然後唱歌跳舞 對 直接唱歌叫我來 這個蠻好的方法 不用老師直接告知 有問問題 對 有問問題 但是沒有直接發言 這也是 其實我們很容易 我自己也會啦 就是很容易 因為我都跟演講的人說 我都跟聽演講的觀眾說 站在台上的時間 跟坐在台下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在不同時區的 就是 在台上的人的時間過得比較快 因為通常我們的心跳比較快 然後我們會比較緊張 然後我們 所以我們對於時間的感受 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常常會丟出一個問題 然後一旦沒有人回答 一秒鐘兩秒鐘 我們就會覺得很久 可是坐在台下的人 他們時間比較慢 所以他們就會需要一些時間去思考 等等 所以 那就會比較 比較可惜 就會比較可惜 所以老師們就會需要 我自己也是啦 就是要 要強迫自己 或者是說 要提醒自己說 台下的人 他需要更多的時間 比台上的人需要更多的時間 好 後面還有老師就提到 這時候很多時候是一個人的武林 就是跟他看起來沒錯 就是在上面比如說畫腳 就是 但是下面的同學都比較沒有反應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需要一些時間 那解說的時候 可以請同學們上台畫 對可以 可以就是 直接請同學上台 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好的 然後到同學們討論這樣 他們就會覺得比較有參與度 然後老師們也可以直接的去檢核 這就是所謂的 算是後側啦 他雖然 他是參與式學習沒錯 他同時也是某種的後側 你會知道說學生他 有沒有多知道一些東西 好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的分享 好 那有些哪些策略呢 好 譬如說 溝通上的測試 你可以問問題 那很多老師會問說 如果我問了問題 沒有人回答怎麼辦 我通常我的分享都會是說 老師們可能要做不同level的問題 如果一開始就是問比較高層次 所以我們的高層次的問題就是像 why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是一個很高層次的問題 如果問了為什麼沒有人回答之後 可能就是見到what 可以先帶他們去看說客觀描述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再引導他們到why 那如果他們真的why跟what 連what都打不出來的話 那可能就要再退一步變成yes no question 你就是先從yes no question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齁 就見到what 那這個是什麼 然後再講說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要做 所以變成是說 老師們可能在問問題的時候要思考一下 有沒有可能簡化 因為同學們 一樣我們就有認知差距 老師們懂得絕對比學生多很多 可是一旦我們懂了一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有所謂叫知識的魔咒 知識的魔咒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其他人也要知道 但是學生通常不會知道 沒有辦法講 不太敢講 所以老師們問問題的時候 可能也有做一些這樣的 這樣子的層次上的差異 同學們講的時候 可以試著去做 summarize 或是 paraphrase 來確保彼此都懂 那他也在聽 不是只是丟出來而已 不是只是丟一個東西出來而已 還有還要做一些互動 我自己是去演講 通常都會做這件事情 Peer support 如果同學真的講不出來 那請同學去support一下 因為他有時候就是 那這樣大家共學 Translanguaging 一樣就是說如果這個部分 如果說 一樣 語言不是最重要的目標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溝通的語言 不是最重要的學習目標 他只要能夠用term 理解term 會使用 這樣就好 或者是只要有知道概念 這樣就好 那時候我們可以適當的做一些語言的轉換 然後剛好有同學 有老師提到multimodality 一樣可以不用一定要講話 一定要讀書 一定要寫作的 他可以用動作來完成的 那就要用動作來完成 我們有很多是 醫學相關的老師 或者是其他事實做相關的老師 這種就是 他如果可以不一定要用英文講 他就不用用英文講 他們還會做就好了 他不需要用英文講 他不用用英文講 那英文講 除非是他 我們又回到那個disciplinary literacy 老師們記得嗎 就是那個所謂的領域的試讀能力 如果說這樣子語言使用的能力 是他未來的這個未來的這個 就業也好 或者是求學也好 會需要用到的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多要求同學們用英文 用語言來表達 可是如果說他的未來的工作 或者是求學 他其實只要會做就好 我不一定要說 不一定要讀 不一定要寫 那我們就不需要用那個東西來做這個測驗 不需要用那個測驗 講話可以說 What's your opinion What's your take Would you like to spend 鼓勵同學們多說話 Work in pairs groups and numbers 好等等 所以這是主體 老師們基本上我覺得 像剛才老師們的分享就可以知道老師們都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 參與式學習我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參與式學習完之後 我們還是要盡量要安排所謂的後撤 那一樣 這個後撤不用非常的正式 不用出 真的出成考卷或是什麼 只是要知道學生們有沒有學到 好 老師就要問說那學生學了什麼 好 然後那個有沒有得到有沒有達到想要達到的學習目標 然後有沒有什麼gaps 我常常在改作業或改考卷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好其實很多gaps 所以我的課通常一定會排小考 會排作業 因為不能只有其中其末 因為只有其中其末的時候 那個學生真的 即使是講中文 我後來發現即使是講中文的課都有可能是會有落差的 網論英文 所以老師們要盡量有一些後撤 而且盡量那個後撤能夠越及時越好 是最理想的 然後語言是不是這個部分 然後如果不是 那我們就可以有不同的後撤方法 那學生的時候就會說 我有在學嗎 我有學到東西嗎 我到底還沒有什麼東西是需要work on 有很多種測驗方式 我不會細講 那老師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我的powerpoint 有很多的方式 譬如說選擇題 true false 然後等等 那比較高層次的thinking 這個高層次的thinking 像是問題解決 寫essay 或者是創造理論 然後或者是分析情境 這些都是比較高層次 那原則上 我們教學的思潮 是希望當然高教的部分 能夠盡量往右邊走 會越好 越好 但當然左邊是一些必必必 那個necessary evil 這是必須一定要做的 但是右邊這些是我們希望同學們 會發展的 尤其是在AI的世代 然後AI的世代 基本上他們都是需要比較高層次的思考能力 這些思考能力也比較不容易作弊 比較比較比較 然後情意上他可以寫心得可以表現等等 或自己自評 技能上他會有一些checklist 或老師可以有一些要求他產出一些作品 這些應該老師們應該都很熟悉 那有 只是提醒老師們 再次提醒老師們 就是說 可以不用讓他用英文的 他未來的人生 他未來的就業求學 這件事情不見得一定要用英文的 他們就可以不用用英文這樣子 那像剛才的那個bone 一樣啊他可以不用用英文 就叫他 就叫他畫這樣就好了 OK 那types of assessment 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所謂的測驗方式 這個是比較新的分類方法 我們分成三種 一種叫做assessment of learning 就是我們只是想知道他學的怎麼樣 我們只是想拿到一個分數 在以往的測驗裡面叫做summative assessment 就是所謂的總結性評量 我們只是想要知道他的分數 那這種的測驗在一般的課程 尤其是EMI的課程裡面是最常見的 很多老師就是出考卷這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 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需要知道 我自己也會用一些小考什麼的 但是 現在會更推動的是這個叫做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我們希望讓學生在學習之後 考完之後 能夠新學到一些東西 還可以再學到一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所謂的回饋就很重要 他不是只是要讓學生拿到一個分數而已 而是他要得到一些回饋 那除了說他能夠拿到回饋之外 最理想的狀況是讓他可以一邊評量 一邊也在學習 那這個時候會很多時候採取的策略 會是所謂的自評或他評 因為當他在做自評或他評的時候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是他會比較 這個叫做mindful 他比較會有意識 這個現在外國美國很想要推就是mindfulness 他會比較能夠比較專心 然後比較能夠去注意到到底大家在做什麼 不然你如果沒有自評他評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我就做完就算了 或者是學生就會覺得說 他在報告不關我們的事情 反正老師會打分數 很多時候會這樣 那如果有學生同才互評至少會有一部分的人會專心的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當他在自評他評的時候 我們就要給他一些標準 那同學們就會去注意到這些標準 然後會去學到說 這個同學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做得很好耶 我覺得效果很好耶 那某種程度上他就會開始學到說 別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會怎麼做 那這 在當他在做評量的時候他也在做學習 這個是一石二鳥 一石二鳥 那這樣子的話 老師其實EMI我們都會說時間不夠時間不夠 可是如果我們能夠把測驗最大化 測驗的效益最大化的時候 那這個就可以彌補一些些EMI時間不夠的部分 那已經有蠻多的這個研究指出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就是說他在測驗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能夠得到feedback 然後每一次測驗他都能夠更進步 這個是最適合最重要的 尤其對EMI的課程來說 對EMI的課程來說 好 那現在來問老師們 一樣就是要做一些小互動 老師們覺得教學生們做這個課堂的口頭報告 是什麼樣的assessment A.Assessment of learning B.Assessment for learning C.Assessment as learning 老師們也是一樣 我們手點一下 你可以點1,2,3或B,C都可以 A,B或C 教學生在課堂上做口頭報告 口頭發表是什麼樣的一種assessment 我們現在就是各種答案都有 我們有A,A好像是最多的 然後B有一些,C有一些 好,正確答案出現了 有老師看穿了我的那個 有些老師看穿我的那個 這個答案其實是都有可能 就是都有可能 就是如果要取決於老師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活動 如果說我們現在是同學報告 然後老師給個分數 好,A 這個答案 這個報告很好 90分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A 他就是說我們就填到A 就是說我們只是想知道說學生 學到什麼 學到什麼 那可是如果說我們報告完之後 然後有給feedback 同學或者是老師給feedback 讓他知道說你要做 哪邊可以做得更好 哪邊這個理解上有錯誤 那這個就是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可是如果是說他們在報告完之後 可以做一些自評 或者是同學互評 那這個時候就會變成assessment as learning 因為他就可以除了就是學習 除了他能夠得到feedback之外 他也可以去做答分數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會比較好的狀況 所以就是說取決於老師們同一個教學活動 或同一個測驗方法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互動 譬如說小考選擇題 他看起來像是assessment of learning 可是如果老師有去做檢討 或者是請同學們去做一些別的內容 或者老師會有因此 因為同學們小考的關係 所以有重新再講解一個內容 或加強某個內容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所以一樣就是同一個測驗 會隨著老師們怎麼樣去做他的配套 而會有不同的教學效果 它會變成不同樣的測驗 總之 那B跟C是老師們在設計測驗 評量的時候可以思考的 尤其是像作業 作業其實也是一種評量 不是只有10B考試 作業都是一種評量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個評量的效果功能最大化 老師們可以參考 後面就是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跟assessment as learning 那post assessment有一些策略 比如說老師們可以指出比較正確的 constructions 那講到這邊 我這邊講一下 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老師們其實都可以嘗試用所謂的深層式AI 我有另外一個講題是深層式AI 但是今天就沒有老師 但是老師們可以 我覺得現在要做EMI 會比2019年簡單一些些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真的蠻多AI的工具 然後AI的工具 因為他們都是用英文的data訓練的 所以他們的英文都做得很好 所以老師們如果需要英文的輔助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chartgpt 或者是像chartgpt最後的4O 它的那個版本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4O然後或者是gemini 是google的 所以老師端 如果老師端要出作業 要寫英文要什麼的 其實都可以嘗試 稍微使用一下chartgpt 包含連rubric 我們剛才有提到教學的 就是測驗的 要什麼 同學置評他評的評分標準 包含到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的內容 好 教學活動的這些素材 其實都可以跟chartgpt做一些互動 我之前我的另外一個演講 就是在介紹說怎麼樣說 怎麼樣chartgpt寫教案啊 怎麼樣chartgpt用不同的教學法寫教案啊 那還有包含這個怎麼樣chartgpt去生成一些作業的指引啊等等等 當學生有越清楚的指引的時候 他就越知道老師的需求 老師的期待是什麼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努力放在更有效的方式上面 這更有效的去運用自己的教學的學習資源或者是用學習的 他的effort 他知道他放在他的重心要放在哪裡 一樣又回應到EMI其實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挑比較有效率 比較有能夠讓同學們可以集中火力的地方 那chartgpt老師們可以去試試看 這第一個是clear and direct and clear instruction 如果老師們可以試試看 你叫chartgpt幫忙出一個作業 他通常都會給非常仔細的指引 guidline 然後包含連就不要作弊啊什麼 他都會寫在下面 他都會知道說要寫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format 譬如說字型啊字體大小頁數什麼 他都會寫得很清楚 所以老師們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再來是 通常在EMI的課程中會需要很多的examples跟templates 一樣chartgpt可以幫你生成examples跟templates 那同學們有了之後 因為我們的重點不是要他們 尤其在一般的學科裡面 我們的重點不是要學生非常的有創意 可以寫出那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作品 我們希望的只是說他在既有的這個框架之下 能夠呈現出他的學習成果 或者是能夠 我們重點是一個概念啊 我們通常不是重點不是格式 所以如果老師們覺得說 這個作業同學們可能需要一些examples或templates 格式啊标那個這個 一樣可以叫學習去做 那有這些東西之後 我的經驗是學生會比較安心 然後他會比較知道要怎麼做 那老師也就不用再去花那麼多時間去管學生的template 我以前我記得我在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學生template是亂七八糟的 就是就是你如果叫他 你沒有給他規範的時候 他就會亂七八糟寫 因為他們也沒有訓練過 那如果有了template之後 我這個學期 我自己來教我的課的時候 我有一些template 我就會叫ChatBC先幫我生成一個 我會看一下說哪邊要改 通常都會改蠻多的 但是至少我有個很好的起點 我不用從頭開始 我有個很好的起點 那同學們就會比較容易去做這件事情 有一些母語local language 或者是multi modality一樣 如果是可以的話 就可以去做一些support 最後面是可以運用一些 不用那麼多語言的測驗方式 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英教界有一個教學法 叫做total physical response 如果有英文老師的話 老師們應該知道 叫total physical response 什麼叫total physical response 就是學生不用講話 但是他老師要怎麼知道 他有學會呢 就是他只要肢體動作 所以老師們在課堂上就說 hi everyone so please do what i say 比如說 do what i ask you to do sit down 那就總是sit down stand up stand up open the door open your book 同學們只要有做出來 他就會 老師就知道說他有學到 那他有理解 他有學到那些單字 這樣就夠 所以 當然不用每一堂課都這樣 但是有一些東西 如果老師覺得語言太困難 或者你覺得語言好像沒有辦法適當的表達的時候 可以散 可以善用一些不是語言 不用用到太多語言就可以執行的活動 因為我們的重點還是objective outcome 而不是說我一定要他讀完多少課本 等等的 好 最後是總結的部分 就是 通常都沒有時間 我自己也通常沒有時間 但是如果老師們有時間的話 今天要做個總結 讓他有一個 一樣也是rap up 然後建構他的知識網絡 老師們通常都可以去做一些統整 去做一些總結 然後 讓同學們覺得我有上到一個段落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我還有下一堂課是相關的 他們有些期待可以做一些準備 通常學生不會有準備 但是他們有一個心理準備 OK 那老師 學生們就是可以藉由老師的複習 可以讓他有一個叫做bigger picture 他可以有個鳥看圖 可以知道說好 我們 因為你慢跑 我們剛才回到馬拉松的那個比喻 你在馬拉松的時候跑的當下 你其實你只會看到前面而已 你不太知道你到底跑過哪裡了 那我們那個conclusion summary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幫同學說好 你看你看你很棒 我們上完跑完了42公里 你現在從這邊跑到那邊 好讓他有個bigger picture 那當他要學習新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更有結構 他就可以再把它組合到他知道的東西 然後他也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 一樣我就說學生的記憶力都很差 所以讓他可以複習一下 讓他可以 然後他也會覺得他有學到東西 因為我有一個子女 就我姐的女兒 她在念大學 她常常會覺得自己好像上大學之後 都沒有學到什麼 跟高中比起來 跟高中比起來 那我覺得有一個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就一直往前跑 然後我們其實很少會回頭看 我們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以至於學了就忘學了就忘 然後都是分裂的知識 都是分裂的知識 那如果我們可以有個 summary 會比較理想 原本做這種的活動 譬如說就是單純的回顧 讓同學們自己去討論 或學生們給feedback 或者說哪個同學做得很好 或者是東西把它做應用 或者是讓每個人可以說一些話 這樣子 這個老師們大概都可以參考 那在教學的 在溝通策略上面 你可以用keywords bullet points 或graphic organizers 比如說同學文化 my map 那語言上你可以說 let me summarize what we have today to conclude today's lesson in the next se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class 等等等等 這大概講解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 好 那我們就到我們這邊 自己的 summary的部分 老師們請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你印象最深刻的 或者是你記得的 除了BOBS之外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BOBS 除了BOBS之外 或者是BOBS裡面 你覺得有哪些東西 是你覺得今天印象比較深刻 你還記得的 那幫我們把這個 幫我們寫在這個in home message 裡面 老師們花個一分鐘的時間 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還有蠻多的時間 還有15分鐘 老師們可以想一下 然後這個 你還記得有什麼東西這樣子 除了BOBS這個字之外 除了BOBS這個字之外 assessment 沒錯 assessment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assessment不用說是非常嚴肅的 它可以是比較 比較casual的 然後它也有不同的功能 它可以是off learning 可以是for learning 可以是ass learning 老師們可以回想一下 你今天就是有沒有 什麼新認識到的東西 或者是你印象比較深刻 我們從一開始 有講了一些 關於EMI的內容 然後解釋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們大概講解了一下 怎麼樣去運用 不知道老師們還沒有什麼 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 除了assessment之外 好我們給老師們一點的時間想一下 我們大概30秒左右 那老師們如果有空方便的話 也就把我們大概寫一下 印象指示裡面 老師們還記得什麼 好 有老師提到這個互動的時候 可以用的即時互動 有些Kahuta padlet 或者是這個pall everywhere 要make a conclusion Bridge in Bridge in有蠻多的功能 我們也可以做很多的調配 比如說破除迷思啊 或者是一些 覺得老師已經很努力了 對啦我覺得 我覺得是 對老師很努力 好EMI的目標 padlet Four Corners 對 國考 我認同 國考 國考到EMI真的 說服 人家說 要說服學生這件事情是 有點挑戰 這倒是真的 老師可以決定 我覺得是耶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making choice making choice 就是 我有一個 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在美國 當訪學的時候 我有上一位課 然後老師們 那個老師就是說 他覺得一個好的老師 一個不好的老師 不是不好的老師 就是有經驗的老師 跟沒有經驗的老師 他的差別就是在於那個 那個 decision making 那 你越專業 越有經驗 你就越有 工具可以幫助你做 做決定 因為一個教學其實是 有很多 決定 你需要有做很多決定 我覺得好 教學的好壞 或成效很多時候 是在於那個決定 那 EMI也是 我們不用一味的一定要 一味的一定要就是說 這個 非得要一定要很堅持講英文不可 或者是堅持不講英文不可 這樣子 其他GP4 其他GP4 其他GP4可以做非常好的教材 那種 好 老師提到Four Corner Four Corner的部分 我講一下 就是說 Four Corner 它的主體就是說 你請同學們站起來 然後根據你問的問題 去站到四個角落 因為教室通常都有四個角落 那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 比如說你可以說 請同學們評估你覺得你對於這個主題 你的熟悉度 或者是你讀完之後你的了解 可能請同學們做一些課前閱讀或什麼 或者是直接叫他們做選擇 譬如說我們剛才有一些問題 對不對 譬如說 譬如說 你覺得BOBS的B是什麼 然後A是什麼 B是CD 然後請他們站到不同的地方 那這些 這些地方 你從他們站的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 他們的概念是什麼 所以其實Four Corner Four Corner只是一個工具 他的問問題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但是他就是可以讓同學們 因為他到那個Four Corner之後 你就變成他自動分組了 然後你分組的話 你可以同職性分組 就是在同一個Four Corner聊天 要討論 或者是一職性分組 就是四個Four Corner 不同Four Corner的人去討論這樣 是 金老師我覺得就是 蠻 蠻好的總結 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 他有點出一些困難 也是有一些很好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出一件事情 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今年教了一個學期的輕大的學生 我的感覺是 實體課程關係的建立 你私生關係的建立還蠻重要的 那個關係的建立 不見得一定要是說 你們要很麻吉啊 變成朋友啊 或者是像我之前有聽過台大老師說 他走在路上會主動跟同學打招呼 不用到這麼的密切的關係 可是我的關係是說 學生願不願意 他覺得 他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安全的這樣 這個安全不是說他隨時會被轟炸 而是說 他會不會覺得這是可以犯錯 是可以溝通 是可以講話的 我自己是很往這邊努力啦 然後第二個是說 的確在現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attention deficient 就是大家都有缺乏 這種匱乏的 匱乏的時代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一直跟 跟很多東西競爭他們的 同學的注意力 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才會 我覺得Bob其實蠻不錯的原因是 因為 他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有留了很多的是 讓同學們參與 或者是吸引同學們注意的地方 我的經驗是 我教過科大 然後教過一般普通大學 然後我的經驗是 通常要學生做事情的時候 同學 讓他們參與實際做手作 或討論的時候 他們都會醒過來 可是如果老師一直講課的時候 我覺得再認真的學生都會度估 他都會點頭給你看 我覺得這很可惜 所以 我自己後來 在設計教學的時候 可能的情況之下 都會盡量讓同學多做一些事情 因為 他們就是 我覺得人類就是這樣吧 就是你一直聽話 其實是很容易 都很容易想睡覺 所以 然後回到老師講說 有沒有事先學習 或者是課前運行 當然理想上 是這樣子 沒錯 就是當他有越好的起點 或者是說他有準備好的時候 他就會來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是一些手段去處理 比如說作業 像我覺得 有些作業會讓學生們去 或者是課堂上的練習測驗 他就會逼著他們要去做預習 比如說 這個 有些老師就會要同學們 譬如說每週問問題 或者是說 像我的自己 我不會叫同學問問題 但是我會說 同學每個每週會複習 我覺得複習這件事情 就是讓他們能夠有點 要去學懂 那藉由他們複習的活動的時候 講出來的話 我可以知道說 好同學們 哪裡有誤解 然後再來是測驗 比如測驗或者是作業 我覺得測驗跟作業 也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去知道學生 有沒有好好學懂 或預習或複習的狀況 因為 我有時候改到作業的時候 我還是 大家都有這個誤解 然後我可能課場上 就會去解釋 所以 沒錯 他需要學生的參與 那有一些是機制上 我們要去設計 說怎麼樣 還要讓他們在機制上去 但是回到剛才金士淳老師 的說法之後 對我覺得 學生的注意 或者是跟學生的建立的關係 是的確是蠻重要的 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處在一個 要一直跟大家 跟很多東西競爭注意力的地方 好 謝謝各位老師的參與 我覺得都是蠻好的問題跟回饋 然後 然後 是 希望有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 這個 最後再幫助老師們 加相聲敬意 這是一個 如果把它想成一個旅程 我們會有一個 上平交道 不是平交道 上交流道之前 會有一個 Bridge in Learning Outcomes 跟 Pre-Test 然後進到主體 就是高速公路的部分 就是Participated Learning 然後下高速公路 下交流道會有一個Post-Test 跟這個 Summary 讓我們可以讓同學們知道一下有沒有做改變 如果老師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個Videos 他有教怎麼樣寫 Lesson Plan 或者是怎麼樣教 還有一些示範 中英文的示範 那 恰吉畢利 By the way 恰吉畢利知道BOBS是什麼 所以老師們可以 就直接去問他 叫他寫個BOBS 這樣子 好 然後 好 在我們結束之前 老師們可以自己乘量一下 第一個是 你可不可以跟別人講說 我今天說BOBS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講出來每個階段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說 為什麼要學BOBS 可能他有什麼好處 他跟EMI的關係是什麼 第三個是說 每一個部分他有哪些教學方法 像很多老師有提到Ford Corner 有人提到IRS 有人提到Summary等等 第四個是 你有沒有辦法提到一些strategies 譬如說Translanguaging 譬如說Multimodality 剛剛有很多老師其實都有提到 或者是ChatGPT等等 希望老師們都有達到這些學習的目標 好 然後最後希望老師們可以 稍微參考一下 BOBS其實是很有彈性的 老師們可以 有些地方比較長一點 有些地方短一點 有的時候如果時間太短的話 有些東西可以併在一起 譬如說Post Test跟Political Learning 可能可以併在一起 或什麼的 或者是你可以組在一起 不見得它的彈性還蠻大的 不見得一定要是說我100分鐘 我就要把100分鐘切成6個部分 它可以是很多個BOBS 或者是串在一起的 但是只要有達到他們 各個階段要達到功能 基本上就是OK的 好 那我們還有4分鐘的時間 如果老師有問題 或者老師覺得不想要在現場問的話 也可以在寄信來跟我討論 我都會很開心可以跟老師們分享這些 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成語老師的分享 那如果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請各位老師 就是給成語老師一個鼓掌 然後一個拉炮 或者是一個愛心呢 謝謝 好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英文 好那謝謝就是成語老師 今天很精彩的分享 那其實很多老師 可能會在意學生的英文程度 可是今天成語老師 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比起在意學生的英文程度 那恐怕我們可能會需要 更去密集的確認學生 在整個學期的學習狀況 那來去確認學生的實際學習成效 那剛剛其實整個過程 我們拆解了很多教學的環節 那也提 老師也提供了很多應用的小技巧 和檢核方式 那讓同學能夠在清楚 整個學習目標的情況下 那能夠安心跟著老師的腳步 去做學習 那老師也可以清楚掌握到 就是同學對於專業學科 學習的困難點在哪裡 那相信經過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 線上講座兩個小時的內容 那我們可以更清楚的掌握說 應用的教學到底該怎麼樣去進行 那同時也可以解除一些 老師們的心目這樣子 那不曉得就是線上 那有沒有老師想要做即時的提問呢 那我們的回饋問卷 已經連結放在聊天室裡面了 老師有空可以去填寫一下 那我們之後也會連筒簡報 一起寄信給老師 所以老師們都不用擔心 現在填不到會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就是之後再請老師 收信就可以了 那同時如果沒有老師想提問 我可以提問嗎 那因為剛剛聽到就是陳瑜老師 就是您有提到您曾經帶過相關的實作工方 是有的嗎 那是不是北科可以跟您敲碗一場呢 哈哈哈哈哈哈 有期望有空的話 我們現在再講 就算不行 我也可以引接一些人 所以我們跟您實在在討論 好沒問題 然後我這邊同時也工商一下 就是我們北聯大系統的 後面的一場活動 那我們北聯大總共有四個學校 分別是北一北大北科和海大 那我們在6月24號星期一上午 有辦一場實體的教學實踐研究 基优計畫分享會 那因為是實體 所以機會難得 我們同時也請到了 台大的研究倫理中心的一位經理 來幫我們就是講一下 就是教學現場不可忽視的研究倫理 那如果老師們對這場的內容 或者是對跟您的學們相關 是有興趣的話 歡迎報名參加 機會真的很難得 然後音樂真的是有限 所以請老師就是 如果有興趣 務必趕快收到報名 那我這邊 我們現場剩下兩分鐘 如果老師們有想提問的話 歡迎直接打開麥克風做提問 或者是不好意思開麥克風 就請幫我們留文字在聊天室 就我這邊就free給老師們自行發揮 有一個北一的老師 北一的溫老師還有提到說 要怎麼樣快速的可以去 乘量學生的英文程度 然後把它翻到不同的組別 那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說 有些有很多的方法 有些是比較 比較自視的 就是說他的英簡成績 那就是比較自視比較快速 直接問他 那第二個就是說 看班級大小 如果說班級真的很大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困難 因為班級很大的時候 他就是那樣 那可能可以用學院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老師叫的是通識課 如果老師叫通識課 有些學院他普遍來說 英文會好一點點 然後可能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那我自己通常就是 還是會多鼓勵同學們多說 那藉由他們說來講 那我有聽過老師 不過那也很花時間 就是一樣就是同學們錄音啊 那就是小班課才有做啦 就是說因為現在他們錄音的設備 什麼的都很方便 你大概聽 我覺得也不用分很細 就是說可以就是分很流利 然後普通流利 跟幾乎講的段段的那種 你就分三段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那個都是用聽的 就聽得出來他們的那個程度 對 所以 就是要嘛就是直接加成績 那要嘛就是學院 那要嘛就是說 老師可能稍微跟他做一些互動 或請助教跟他做一些互動 然後簡單的分成能不能溝通 我覺得其實會很明顯 就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是簡短 如果老師們覺得還是想了解的話 也可以再記進去 我們聊天室裡面 有一位陳晴文老師提到說 上課同影片用全英文 還是中英文對照 哪一個會比較好 好 我自己是覺得全英文或參雜一些中文 不要中英對照會比較好 就是我之前有提到Translanguage的概念 就是策略性的使用兩種語言 這樣子 就是他不要讓學生覺得 我今天英文看不懂我就完全看中文 就可以這樣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這是最不理想的狀況 所以我會建議的是 全英文或者是全英文 加上一些 加上一些中文就好 不用到對照 然後 GPT其實是可以幫助老師 可以把英文變簡單的 所以老師們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說如果真的覺得同學們 對於全英文的接受度不高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 好謝謝陳瑜老師為我們的 老師們的提問做解答 那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那老師可能後面也會需要跟學生meeting 或是準備下一堂課 甚至是要準備期末考 那或許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老師還是有問題想要提問 或者是一有未經 歡迎在我們的回饋問卷上面做提問 或者是寄信給我 或者是給陳瑜老師都OK 那如果說 老師您後面就是有其他想要敲碗的內容 也歡迎告訴我們 那您在回饋問卷上面填寫的內容 對我們來說都是 辦好後續每一場活動的一個借鏡這樣子 或者是一個提醒 那讓我們再次謝謝陳瑜老師 請老師們不允許給一些表情符號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老師們參加 那如果老師們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五分鐘後會關閉這個會議室 那老師們可以自由地離開 沒有關係 那也再次感謝各位老師今天參與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